自从去年10月27号在欧冠输给拜仁之后 巴塞隆娜有如大梦出行一般再也没输过球 主场面对卡迪斯当然不给他们机会了 第21分钟Toris漂亮的晃过两名防守球员 切入禁区起角射门 只可惜角度差了一些 这球直比比的出了界外 虽然没劲但也足够让对手吓出了一身冷汗 一次没过上半场结束的Toris再秀一波 左晃右晃晃过三名防守球员 船中头锤没劲 Roberto捕射Go 虽然Toris没有系上助攻 不过这次神户奇迹的切入突破中围 找到Levendosky 头锤被挡下之后 Roberto的捕刀让巴塞隆娜还是首开记录取得领先 上半场伤停捕时 刚才头球被挡下的Levendosky说 好久没有进球入仗了 在禁区外围起角 精准找到球门角落的空隙 再度突破对手球门 巴塞隆娜2比0领先 本季第15颗进球 让他稍微拉开跟第二名Benzenma的差距 卡迪斯整场比赛唯一一次进球的机会 是下半场Ramos独自带球过人 只可惜最后还是被Tasagan给挡了下来 最后依然无功而返 中场巴塞隆娜2比0赢得胜利 最近跨杯赛16胜两合 已经快要不知道数字怎么写咯 都变得大好 好 好 好